在傳統時修當中16歲以後的鄉親等大人 在福生第一位做16歲 每一年都在很多人來體驗這個藍甸的經驗 今年還要在8月7號頂竅 這組是在北跟你扭蛋的玩笑 就是希望他會創新 請更多年輕朋友來參與 請一步將這項文化團成下去 做16歲是台南福生第二的團統文化 你今年也已經在你第一次當中 還要在8月7號頂竅 這組外黨安兵體協共 其實在北跟你扭蛋完手 將團統的時修結合創新 就是希望能透過出別的外黨 競爭更多年輕人來參與 將綜合文化團成下去 因為這一次我們強調 就是說他們年輕的這一輩 有一個新的氣象 由我們林總幹事 他有用這個歡喜轉大人 這個扭轉新希望 用這個扭蛋 來轉換他們的另外一個人生 因為每個人都想預測我未來是什麼 如果留到是不是我當了總統 也不一定 所以說我們是扭出新希望 希望再用扭蛋 這一個經過我們媽祖 嘎結扭蛋 能夠扭出他的新希望出來 所以我們這一個新的idea進去 新的觀念進去 就會將我們安平的一個做十六歲 就會充滿了喜悅 充滿了很多的驚喜 這次獨有扭蛋 讓年輕人朋友 可以扭出自己未來制約 作為參考以外 近世代要讓男子和男子 都在裝原貌走出鳥母宮 向今現在是南路平地的時代 在安平貌有很多地面的經典 所以庫典也標示 希望民眾獨要來這裡做十六歲以外 也可以來一段安平收入行 那今天在這個十六歲 又融入這些新的元素 對於我們安平的寺廟 又是文化來講 是一個新的一大步 而且我相信在台南來講 有這樣的新元素加入的 也只有我們安平開台天后宮才有 那也希望透過今天 希望大家 都可以來我們安平來做十六歲 每一個人的十六歲就有一次 所以安平的祝福也會有加長 在台北最年一大機會 跟年輕人朋友一起長大人 馬天陽在抖一位團統洗手 記者陳怡於安平窟彩虹報道